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决定勇敢承担 投入民进党内总统初选 所以任何参与的人我们都会提醒他 其实要把大局为重 团结民进党作为一个最重要的 优先的一个思考 当中央谨慎回应 韩话最终必须走向团结一致 毕竟眼前已经有总统蔡英文 标态禁逐连任 如今赖清德加入战局 势必又在民进党内掀起震撼 世俗难料 赖清德院长会去登记 我自己也很意外 民进党不管谁出现 一定都会团结一致 那一定是经过很 很审慎完整的一个思考 那他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不会办这样的一个提名的民主程序 就会造成民进党的分裂 个人非常支持蔡台配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是合作的话 是对民进党的选权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分 对于赖清德抛出的震撼弹 新潮流立委表示事前不知情 不过也坦言不担心党内分裂问题 因为即使有两组人马 一旦初选决定候选人 就会团结一致争取胜选 不过也随着赖清德投入竞逐行列 这颗直球对决 也被认为蔡赖配的机会已经不大 2020总统战火 随着赖清德表态 又增添了可看性 华云新闻江浅东徐国豪台北报道